发票显示 这辆绿元牌电动自行车是2021年10月26号购买的 当时花了3999元 目前这辆车停在地下车库里 电池已经被取走了 是通过网上购买的 买了以后呢 然后在今年的9月1号 我去接小孩子放学回来就突然给你坏掉了 那么绿元就跟我们说 那你把电瓶送到附近的门店 因为它质保五年嘛 电瓶送到附近的门店 孙女士介绍 之后电池一直没有更换 那么绿元那边呢 就是是金华那边的一个经理 他们也觉得这个情况比较那个 就给我们补偿了200块钱的一个车马费 因为我先生就当时每天上班都打车嘛 对 因为小孩子为了这个事情迟到两次 因为本来都电瓶车非常方便 补偿200块钱 对 然后后来呢 这时候市场监督 那个技术监督管理局呢 已经介入这个事情了 然后呢 他们就承诺我们 也是承诺他们就说9月底肯定给我们换掉 最后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得到消息是没有这个电瓶 全国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实际购买人是孙女士的丈夫 此前她跟厂家一位蒋经理的微信对话中 蒋经理建议把电池寄到厂家去 换新横牌的电池 孙女士的丈夫介绍 原本的旧电池是南都牌的 蒋经理啊 我是1828黄金炎的妻子啊 嗯 您是历年厂家的是吧 嗯 什么个情况 怎么会电池都灭了 电池没有 他南都厂家那边都是论货了吧 那我看到你跟他对话说 你们可以给他换一个另外牌子的电池的吗 嗯 但是就是他电池要给我们寄回来一下呢 能不能寄啊 寄不了呀 你这个顺风也不说 总统也不说 嗯 你叫我们自己去找物流 我们都来去找去啊 孙女士的丈夫介绍 快递和物流都不愿意寄旧电池 说是怕路上发生事故 他就把旧电池放在绿源电动车的门店了 已经放在那门店了 那你就直接把新电池给他寄过来不就好了嘛 旧电池 我们这边也是一比一更关的呢 我这边也是按照流程了 我也没办法了 电池不讄回来 你叫我寄电池 我没办法寄 那你怎么沟通 怎么给我解决吧 就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孙女士夫妻俩要带孩子去医院 记者独自赶到了杭州刀锚巷的绿源电动车专卖店 专卖店的刘老板说 自己是绿源的经销商 你店没办法快递的 要工厂店拿过来 一备更换回去的 这两天会到的 刘老板介绍 他店里已经接收了好几组有故障的电池 这两天新电池会陆续到货 记者当场联系了孙女士 工厂陆续会发货的 这两天都陆续发货了 这两天陆续发货 那么就是也没有一个明确 因为他们之前也是这么说的 那你不行 你就把店里面的电池拿回去 你自己快递走嘛 啊 对不对 快递走不了 能走的话 快递走不了 那叫工厂自己下单嘛 那你说陆续接过来指的是 心狠的还是难度的 难度的 难度的 你在难度回去 难度回来啊 对不对啊 那么那一到货你就通知你的客户好了 那肯定嘛 孙女士说 已经给老板娘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刘老板答应 电池一到就通知她 要不要把黄金眼去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